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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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明性教育 李玉璽爸爸怂恿多批戀 感覺有自己買過來的感覺 沒啦沒啦沒啦 23歲藝人李玉璽 是歌談其老 新人推手李雅銘的獨子 在老爸旗下出唱片 雙方各有壓力 一開始就講到說 我們一定要公私分明 但是我一回家 他可能問說今天怎麼樣啊 就會有一種 老闆 所以他就变得 他也不敢拍恐怖摩托机 夹在中间的妈妈 成了润滑剂 传声筒 就连父子间的man's talk 妈妈竟然也要插手 摩托就跟我说 你一次多教几个啊 好妈就在旁边说 你不要乱教小孩 什么之类的 我都在小学 妈妈就开始考虑 你知道在哪里 可以买到保险套吗 天啊 那时候我就会很害羞 为什么要问这个 你很变态耶 爸妈培养他正确的性观念 还晋级地传授了 大人的饮料 酒精 小学或是两三 三四岁小幼稚园 他就叫我要不要喝一口 然后我就说我不要 他说我只是在试探你 他喝醉是 就很像小孩子的一个人 就会一直读 然后就会讲一些 很真心性的话 就其实是蛮可爱的 音乐的DNA 存在李家的血液里 但嘴巴长在别人的脸上 闲言闲语难当 就蛮受伤 还是被写说 就是全创作问号 他爸爸是李雅敏 不觉得有内幕吗 这样 谢啦 看样子我不用去保健室了 直到少女时代播出之后 他喝醉就很骄傲地跟我说 现在有人说我是李玉琦的爸爸 他有话给自己 也给活在上一代影子下的你把戏 如果标签没有被撕下来 也代表自己努力还不够 娱乐动新闻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Chad